对常新冠这个手法我们并不陌生 自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已经影响了全球数亿亿计的人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 即使感染过程已经结束 一些人仍然经历着各种持续的症状和不适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常新冠 美国国内卫生研究院 有一个耗资11.5亿美元的项目 叫做Recover 对常新冠进行了深入研究 要进行这样的研究 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个问题是 常新冠关键的症状是什么 麻烦的是 一直以来常新冠的症状 主要是通过患者的个人经历来描述的 那么现在根据Recover项目的研究结果 他们重点关注了12种最常见的症状 我们分别来看一看 持续疲劳 也就是常常感到极度疲劳和乏力 即使在休息后也难以缓解 老物出现认知问题 包括注意力不集中 思维磁缓 记忆力减退 导致大脑思维功能受损 这个症状其实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判定标准 到目前为止 老物还只是一种主观感受 刚才说的这些症状 都是无法用仪器检测出来的 头晕 头晕和陷阴导致站立或者是行走的时候有不稳定感 口渴 口干舌燥 需要喝更多的水来满足身体的需求 咳嗽 持续的咳嗽 这可能是由于炎症或是其他病例过程所引起的 胸痛 出现胸部疼痛或者不实的感觉 这可能与胸部疾病和其他问题有关 心肌 心跳加快 心肌或不规律的心率 这可能与心血管系统的受损有关 异常运动 这个要详细解释一下 出现不形肠的运动表现 比如说抽搐 肌肉颤动 或其他运动异常 这可能是神经系统受力的结果 这个其实也没有提供清晰的定义或者描述 因为这些症状可能涉及到多个系统方面的问题 胃部不是消化问题或者是腹痛 这可能与胃肠道的炎症或者是功能稳烂有关 性欲缺乏 出现性欲减退或者是性功能障碍 这可能与身体疲劳心理压力和荷尔蒙水平的改变有关 嗅觉和味觉丧失 时期嗅觉和味觉的感知能力 导致食物没有味道或者是嗅不到香味 硬动后吸弱感 在进行体力活动后感到恶心 过度疲劳 比以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还有一些症状在新冠患者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 比如说抑郁症 但是抑郁症总是伴随着一些症状产生的 许多慢性症状的疾病随后都可能引发抑郁症 那么我们就无法决定 这些症状是新冠感染的后遗症还是其他疾病所引起的 所以虽然普遍存在 但也不适合列入其中 然后呢 Recover项目的研究人员 根据这12种症状开发了一套评分系统 比较了感染和未感染新冠病毒人群之间的症状 每个症状被赋予一个值 并将总和计算为个人的得分 用于判定一个人是否患有长心冠作为症状的框架 当然长心冠症状到目前为止 还是被认为是多样化的 其症状和影响因人而喻 长心冠的症状非常多样化 涉及到多个器官和系统 比如说神经系统 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等等 不同患者可能出现不同的症状组合和严重程度 上述12种症状 只是为了变研究人员弄清楚 长心冠影响人体的机制 并不是说要将长心冠 限定在这12种症状上 所以在这个大分析规则当中 还有一个方面 是可以根据患者症状的严重程度 进行个性化调整的 大家再想想看 你没有得心冠的时候 是不是偶尔也或多或少有这些症状 项目调查的结果也是如此 在没有感染过新冠的人情当中 也有部分人出现了类似长心冠的症状 甚至还达到了刚才所说的评分的标准 被判定为长心冠 如果这12个长心冠的症状 并不仅仅极限于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 那么依靠这些症状来评判 其合理性究竟如何呢 另外这个项目中的气体数据收集和分析 也被诟病为缺乏标准化的方法 项目的参议者都是自言报名的 症状描述来采用自我报告的问卷 我们可以想象到的 这些参议者可能是严重症状的患者 也可能只是对这个研究本身有兴趣 总之是无法代表整个长心冠患者群体的 这就是一种样本选择的偏差 可能影响结果的普遍性和可高性 而他们对症状的描述 以及对症状严重程度的感知 也可能是因人而异的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来指责 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研究方面的问题的 至少到目前为止 这个项目还是对常心冠最全面最权威的探讨 虽然他并没有提供一个标准化的方法 但他被认为是迈出的第一步 通过识别关键症状建立了一个共同语言框架 研究人员就可以在此基础上 进行更好的沟通协作和比较 最后我想说的是 新冠病毒感染是一个新生事物 目前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还有许多的盲区 如果谁对这个病毒的事说的那么肚定 并信誓旦旦的向你保证什么 那八成是个骗子 建议大家在新冠问题上 多关注正规媒体的报道 不要相信来历不明的说法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内容 其实是我的一个读书报告 来自我阅读四片权威媒体中文章的一些认识 这些文章的链接 我也放在视频末尾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阅读原文 获得更多的信息 我是复旦造兵 谢谢你的关注 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